你们有没有见过你家的鱼在鱼缸里玩耍的场景 今天我见识到了我家一只暴访符的有趣行为 分享给大家 我们看视频 大家好 我是Frank 这一只就是今天的主角了 东方暴访符 这是一只肉食鱼 它看起来很可爱 人畜无害的样子 其实它喜欢吃小鱼和小虾 今天我过来查看这个缸的时候 突然观察到它这样的一个行为 它不停的把这个气泡枣吞进去又吐出来 这个行为很有意思 我是第一次观察到 养了这么多年的鱼 第一次观察到这种行为 这个气泡枣应该不在它的食谱里 但是它一次又一次的咬这个气泡枣 然后用力吞咽这个样子 我想到了有几种可能性 一是练习捕食 不过它应该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猎手了 也不需要练习捕食了 第二个就是玩 其实养过鱼 特别是养过海水鱼的朋友 多多少少是可能看到过 观察到过 家里缸里的鱼一些奇怪的行为 就像有些海水鱼 它看到有一个灶浪以后 它会到灶浪边上 让自己身体被灶浪冲出去 然后它又游回这里 再一次被灶浪冲出去 这个行为就很像我们坐滑滑梯 我在想这只东方暴房服 是不是也是在和这个枣类玩耍的 但是我后来仔细一看 这个枣类好像被它啃破了 这说明它很可能是被这个枣类的气味吸引了 而它确确实实的在尝试枣的味道 好家伙 天天吃肉的家伙 今儿改善火食了十顿素是不是 我很好奇 我把这个枣拿出来仔细观察一下 这个气泡枣很有意思 我轻轻的按压 它里面的汁水就出来了 它这个汁水很粘稠 但是我没尝过它的味道 接下来我们来尝一下味道 我来尝试一下这个气泡枣 看看好不好吃 这个鱼怎么作得那么起劲啊 尝一下 里面是咸咸的 海藻的味道 确实有点意思 这鱼应该是在吃里面的味道 因为不难吃 这个气泡枣味道居然不错 我分析原因就是 这里面养了寄居蟹吧 寄居蟹把这个枣给啃破了 然后它味道散发出来 这个东方猫正好路过 就被这个气味吸引了 它跑过去捉了一口 发现这个味道很上头 所以就一直跟着捉了 捉了大概五分钟左右吧 然后它就跑了 应该是把里面这个汁液给洗干净了 特别有意思的一次这个观察体验啊 好今天就说到这 我是Frank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